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徘徊異鄉外加天氣寒冷 說著熱烈烈的家鄉食品都是人之上情 但今次的主角竟然是走老美國的港區國安法通緝犯 梁仲恆 事敢的 梁仲恆近日上網台節目 說自己雖然已經習慣在美國的生活 但對香港地道食品始終無法忘懷 聽到這裏真是R頭 這個人一邊在海外叫人制裁香港 轉頭又說掛著香港的家鄉味道 梁仲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你搞得我很亂 梁仲恆說去到美國後 一日三餐多數都是自己煮 因為當地餐廳又貴又易中伏 即使去華人食肆喝茶 都會吃到精不熟的燒賣 他又說雖然美國都流行喝珍珠奶茶 但每杯就成為5至6元美金 而且珍珠完全不是香港食胎那種口感 嘩嘩嘩 一個破產的通緝犯 去到外國還那麼嬌貴 選飲宅食 一班在香港食囚犯的手足怎麼想 我當你兄弟 你當我契弟 既然沒口好吃 梁仲恆就說 真是想過在美國開一間黃店 他還為此在離開香港前 去過一間黃店喝蔥奶茶 不是吧 去到美國還要繼續搞黃藍對立 這個人真是無藥可救 他之前更在社交網站 貼上自己做的港式彈塔相 但賣上認真媽媽 其實梁仲恆既然這麼掛著家鄉食品 不如回來香港接受刑罰 然後慢慢享受香港美食 我麻煩你省點洗 你把死臭口